大家圍坐一圈 听着老师指令安静冥想 由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推广的正念认知疗法 在台湾监狱中 协助受刑人走向正途 第一课就是如何关爱自己 我们会教一些练习的方法 比如说静坐 比如说观呼吸 那比如说觉察自己的想法跟情绪 那之后会让他们有一些分享 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我们在写那个单子的时候 他就写 我不要再换错 再过一个学期他就写 我在这个时候 我要开始预备我的未来 利用团体治疗分享经验 民间单位经过三年半努力 目前有七八位更生人成功戒毒 甚至成为互助企业 回头帮助更多学员 他们慢慢地再去 重新探索自己的人生 那我觉得很重要是 真的你会看见 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而正念认知疗法 目前被英国卫生署纳为最佳身心医疗法之一 主要应用在治疗忧郁症 研究发现能有效降低35%的复发几率 以台湾每年增加三万以上忧郁症患者的成长速度 未来这套系统将能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人 戴新闻周全梁佳明台北报道